你们看,我叫做腐还叫面,今天才嫌做出来了哈 再帮忙嘛 要今天来搞不,安逸的很 我跟你说,今年的炸带鱼你就跟着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放凉了也不会软 海边捡来的带鱼,两面改上发刀 放葱姜,洋葱丝,盐,料酒,抓匀腌制10分钟 酥脆的关键就是这个小酥油粉 加入适量清水调成酸奶状 放一勺食用油更酥脆 然后把带鱼裹上一层脆浆,五层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着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小锅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想成点如此,肠子都生熟了 实话说,无鸡不成宴 大年三十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盐鸡鸡呢 先给老师芭蕉的鸡,洗个热水澡 放一勺盐焗粉,黄制止水 食用油,全身涂抹均匀,腌制一小时 鸡肚子里塞上葱姜,水开上锅蒸40分钟 切好装盘就可以上桌啦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吃酸汤鱼了 其实自己在家做呢,一点也不难的 你看,捡来的鱼片中放点盐,胡椒粉,料酒,一个蛋清,放点生粉 这是鱼片肉质滑嫩的关键,然后把姜蒜片炒出香味 放上一碗清水,调味呢,只需要一包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一点喜欢吃的蔬菜,烫熟,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烧开水一样简单 年夜饭你要是做上这道生蚝鸡包,保证家人对你占不绝口 油热葱姜蒜爆香,倒入半只青云走地鸡,翻炒两分钟变色后 倒入一包黄焖鸡酱料,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扣盖小火煮10分钟后放入生蚝,淋上一圈广东米酒 再煮3分钟就可以了,赶紧做起来吧 老乡,讨论我家这个福还叫免安一不吗 今天才先做的哈,安一的哦 老同兄,喜欢吃这个菜不 老乡,喜欢吃的话,我给你蒸点过来,要不要对啊 下个月,决定你穿什么衣服呢 绝对不是天气,而是身材,身材,身材 云贵穿的老乡,看下我家今天这个新来自做的富辣椒面安一不 配上这个猪猿感,想不想吃,给你蒸点过来 老乡们,有摩蚁豆腐高高落过尺尺,安一哼哦 你们看嘛,哎呀,真的我口水都流了 好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湘西 看看我家今天车做的腐脑 照面安逸不 加上这个足足感 你们看安不安逸 饱饱饱是吗 晚饭都做好了 随着你都不赖 我一个人吃就不香啊